三大树下 鲜土上多吃一点鲜鲜花 哈喽 孟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24位女嘉宾 你们好 我叫任伯文 今年27岁 来自成都 任伯文 对 对 对 一听这名字就有文化 这是试剧家园网推荐的男嘉宾 来 选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真的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陪我再去一次我难忘的地方 你说清楚 是你上次是一个人去的地方 就是我是一个 分享欲蛮重的人 就是我蛮喜欢旅行 就经常自己去 然后呢 就是 就特别希望有我爱的人 能够陪我去一次旅行 比如说我上个月去了一次敦煌 然后晚上在沙漠里面 露营看星星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真的特别的美 如果下次能和我喜欢的人 一起来分享这个景色会更好 碰巧了 我很多年前也去了敦煌 也是一个人去的 我就没有什么欲望跟什么人分享 一个人挺好的 好 2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您说是希望能够再去一次难忘的地方 就是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 然后自己去过很多地方 但是你这个难忘的地方 就是和你以前你有去的吗 A3 没有 我没有和对象一起去旅行过 那你不会希望就是说两个人去 两个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吗 我觉得那样会更浪漫 就是有一些地方我已经去过了 然后会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你 我觉得爱是要两个人互相分享自己喜欢的事情 要是那个女朋友跟你分享她和前男友去过的地方吗 那也可以 但是别让我知道 9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完全不需要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有女朋友以后 你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 你可以直接带她去就好了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跟她讲 这个地方我去过 你再陪我去一次吧 你没必要这么说 你直接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美 我们去一次吧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我要带你去 希望你也能喜欢这样子 她的安利欲很强 对 就是她的剧 节目 景点 她就控制不住 一定要安利给你 然后你就很喜欢她就很开心 她有一种可能就是她觉得这儿太好了 可是那个时候她很孤单 她看到那个好浪漫 没有什么分享 身边有一个女生在就好了 下一次再想想 我就要请这个女生跟我一块圆我的梦 对 这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社交圈子太大 解释一下 就是刚入社会的时候 然后就一直在拓展自己的社交圈 觉得认识很多人脉会对自己有帮助 后来发现其实要去社交的话 真的是要耗费很大的一个精力和时间 然后呢 教的那些所谓的人脉 其实并不是很有用 相反的会把很大的精力去消耗掉 所以我希望对方可以尽量缩小自己的社交圈 24号 男嘉宾你好 其实我觉得你讲的很浪费时间的这种社交圈 它是无效社交的社交圈 可能您自身也没有很优秀 或者说很有这个辨识度去选择社交圈 所以我觉得不能一味地说扩大社交圈就不好 如果自身足够优秀的话 你吸引来的这个社交圈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对 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 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不要扩大社交圈 而是就是说保证有用的社交情况下 还是可以社交的 现在有一个词就是叫混圈人 我知道陈铭说的那种 有一种人呢 他自身并没有特别大的某种能力 或者某种资源 他靠什么呢 你今天托我办个事 这个事我肯定解决不了 我正好认识陈铭 我说 哎 兄弟 我们俩朋友对吧 他有一个事 这位兄弟他找我办个事 你看 你帮我 咱俩熟 你看在我面子上把他帮了 他就居于这个资源配置的中心 他找到了存在感 但是呢 这些人就是热衷于社交和建立关系的人 他其实内心里边 是对他自身具有的能力 他其实是不太具备的 看第一条片 我是伦伯文 是一名口才培训老师 精神的工作呢 主要是给小朋友们上课 年龄大概是在三到十岁 当到学校的时候 就很怕生物不太敢讲话 然后到最后 他滔滔不绝地给你分享 生活什么事啊 就会觉得 嗯 是一份比较有成就感的工作了 虽然有时候吵吵闹闹很难管 但是他们经常会做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很暖心 会给你写一些小卡片啊 很喜欢你啊 就很喜欢上你的课 心里真的非常有满足感 我的脾气非常好 这跟我上一份工作 也有很大的关系 17年那会儿 我在航空公司担任空乘 服务行业 住假区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我比较喜欢人文景观和小众景点 这几年把中国西北的地区都走遍了 希望在未来迷运的风景里 有我 有你 你们是觉得他帅的 还是从来这辈子没见过男生游泳啊 每一句话都带来一声尖叫 会做饭 会游泳 会旅行 很有生活情趣 穿西装很帅 对 对 然后还做过空乘 然后又很喜欢小朋友 很有爱心 还会照顾人 说了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还不爱社交 你自己说说吧 你还有什么不行的吧 你研究了哪些比较复杂的菜呢 比较复杂的菜 我觉得做饭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难度 这叫什么话 因为我从小就看我爸爸在做饭 因为我有哥哥 然后从小教育我们兄弟两个人 就说男人一定要会做饭 这个家庭教育好 好爸爸 女孩子不在也不能饿到自己 不能饿到自己 不能饿到自己 但后面这句话我倒不是那么认同 这样女孩不在的时候才不会饿到自己 陈铭在想那有外卖 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要跟他说 我说男人一定要会做饭 这样才给你做给你老婆吃 他这个我就更不同意了 我认为好的父母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做饭都是一个成年人必备的生活器 都应该会 将来的婚姻当中 不存在必须男人做给女人吃 也不是女人必须做给男人吃 首先自己做给自己吃 孟老师讲完以后 自己脸上带着得意的表情了 老师 你会做饭吗 你猜 你要问我会做哪些吗 忘了 不不 真的会做 家常菜 没有你做的那么复杂和高级 一般家常菜都会做 你这些年去了西北哪些比较小众的地方呢 分享一下 我去西北也是上个月第一次去 就是自驾西北环线 就是从青海一直环绕着 大西北环线听说过吗 听说过 我听说过 对 就是那个公路 德里哈的一条线 对 就是从兰州出发 然后一直绕了一圈 哈卡盐湖 德里哈走一圈下来 对 就绕了一圈 所以他去了那么多美妙的地方 希望下次可以带女朋友一块去 我真的希望能分享给 能够理解 理解 而且我平常就喜欢人文的地方多一点 然后我平常也喜欢历史典故 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人跟我旅行的时候 我可以讲给他听 我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典故 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就想自己很厉害 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之前也是空乘 我飞行了四年 我想知道你上一段职业是为什么辞职的呀 这个是因为 因为一些前任的一些关系吧 前任 可以深问是因为前任什么吗 第二段片子会假 好 那我等着看 明智 一句话回答非常明智 刚才一个小哥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折了 太明了 在这个问题上折了很多小哥哥了 等一下一瞧 好 我有过两段的感情经历 但是两段都不是特别顺心如意 第一段恋爱是和大学时的学姐在一起 因为希望在恋爱中有更多的时间相处 为了结束异地恋 我选择从成都到北京实习工作 那时实习工作一结束 就回到家陪她 朋友都评价我 是以恋爱就会消失的人 我做你喜欢的菜吃啊 但后来学姐觉得我太黏她了 在一起渐渐没有了感觉 就只能选择分手 第二段是之前的同事 他非常漂亮 追求者也很多 坐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收到别人送的礼物 会有快递寄到家里 这样子 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觉得自尊心受挫 但是虽然满足不了他 但是其实有些伤 愿意为了你去删一些人 大概伤了就两三百个人吧 后来自己有了经济实力以后呢 就会把别人的礼物啊 会扔掉 然后如果他有需要的话呢 就会再给他买个一模一样的 分手的原因就是 你如果让他收敛起光芒 他自己过得也不会开心 可能就是不合适吧 分手以后呢 大家航空圈子就这么大 低头不见抬头见 就觉得蛮尴尬 我思考了很久 还是决定跟过去告别 得到程度发展 我喜欢情商高 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女孩子 因为每天只是省钱买菜做饭 实在少了趣味 希望能和女朋友去看看展览 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两个人在一起 既有生活与现实 也有诗和远方 所以你之前有提出来说 希望社交圈子小一点 对 就是这种微信的规模 你心有余悸的 对 对 真的是 22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您是不是就是属于 控制欲比较强的人呢 不是控制欲 而是我希望 我们对待朋友和爱人 分优先级嘛 就是我希望我的女朋友 我觉得在外面会比较 给你足够的面子 对 11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你第一段感情是比较粘人 我之前就是谈过一段感情 就是我也比较粘他 然后后来发现 他是需要自由空间的人 后来的话我就慢慢地 就是没有那么地去粘一个人 所以你后来的话你是怎样的 就对待感情 对待感情就是有一个度吧 自己会 因为那会儿是刚开始谈恋爱嘛 他比较懵懂 就是喜欢一个人 就会天天地想跟他在一起 哪怕他忙啊 他累啊 但是也会想着缠着他 但是现在就是自己工作了以后 也是会有体谅别人 最后一个问题 14号 我觉得如果你真跟这个人在一块的话 你应该信任他 就是我前任也 之前也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他就会说追求人多 或是工作中他不喜欢 他甚至想要让我去换工作 然后他也会要求我 去上微信里面这些人 我觉得这些人他放在那 他不爱什么事 你应该相信我 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而不是因为你的心眼小 或怎么地 首先你要相信自己 你觉得那些人比不上你 你也要相信你自己的女朋友 我从来我解释一下 我从来没有胁迫过对方 就是山微信的好友 也是他想出来的这个办法 我从来没有胁迫的 其实我想说一下就是 我其实一直也没说问题 因为我也没想到我这么早就遇到一个 就确实会很喜欢的这个一个人 然后呢 我觉得从男嘉宾上场 他的教养啊 还有他说的一些话 还有包括女嘉宾问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对我来讲 而且呢 就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这个男生 给我一种挺踏实的感觉 但我不会游泳 然后也不太喜欢运动 其实这个运动呢 就是我可以教你 对 然后我的社交圈子也不大 我也是刚刚步入社会嘛 所以这个可以不用担心 我只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你 你现在的话 是在成都是吗 对 在成都 那你老家是哪里的 河北 河北的 你之前说为了前女友会到北京嘛 那我觉得我 我特别怕他问你愿意到我的城市来吗 我特别怕他问你愿意到我的城市来吗 终于有一个人说我愿意到你的城市去了 刚才陈铭说的那个话我听到了 我们经常会看到男女嘉宾沟通的时候说你愿意到我这来发展吗 这个说明女生喜欢 像这样的你在哪里的成都啊 我愿意到成都来 这叫特别喜欢 我想就着说两句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交圈的大小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指标 其实很多女生是很忌讳说她好像要控制女生的那个意思 其实我理解你的前任可能是一个社交面比较广的 而且她愿意一删就可以删掉两三百人 说明这两三百人对那个女生来说没那么重要的 那看起来她整个人是比较喜欢广交朋友 但是并不追求深层的关系 而这个男嘉宾呢 她就四百个人的社交圈 就是她可能是比较喜欢深度的关系 就我觉得只是两个人很不一样罢了 那么当我们在最初谈恋爱的时候 你遇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相处的方式叫相互改变 这是一种相互妥协的一个过程 但是妥协了以后发现没有用 那么这段感情就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谈恋爱不可能一上来 就说你段位很高 就很快就学会了 其实是不断地在判断 什么人是适合我的 什么人是适合对方的 但是很多时候感情的悲剧就是 跟自己特别不一样的人 特别容易产生火花 就是那种呼吁型的人 他在这种深度 碰到这种广度人格的时候 最初彼此都很好奇 大家这个又很容易碰上 但是一碰上半年要吵十几次 对 但是现在呢 你遇到了一个跟你很相似的人 对 所以这会是一段新的旅程 但也有新的挑战 恋爱就是修行吧 然后彼此修行成为更好的人 说得好像他已经选了似的 还没选 这是单方面爆了灯好不好 那是很多姐妹都成全他了 看一下智推 山楂树下鲜骨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请揭晓智推女生 任波文 AI大数据经过测算 现场24位女嘉宾当中 跟你最合适配对的是 22号 善严谨 男生性格谦逊 亲切善良 气质儒雅 彬彬有礼 女生性格开朗 特别重视诺言 有自己的原则 热爱运动 两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 核心价值观比较相似 也能够照顾甜蜜 浪漫的二人世界 在生活中彼此照顾 是非常甜蜜又有爱的一对 供你参考 最后 威颖两个女生 17号和22号 假如说你的朋友 在我不在的情况下 说我不好 你会怎么办 闪严谨 这种事不可能 发生 因为他们肯定会对你很好 如果在一起的话 了解 王子怡 其实我交闺蜜的话 彼此的男朋友 都看不上的 所以说他的一些意见 可能只是嫉妒我 可能脱单了 然后 然后 好 了解 最后再给17号一点时间 因为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然后比较安静 当然我也喜欢去旅行 我呢是一个 也挺喜欢分享自己生活的一个人 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 好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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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就是绝配 选22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走 你也可以带17号走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17号 17号 我没想到我这么早就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人 我去重复发展也是OK的 我没想到我这么早就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人 好想和你在一起 你在一起 听着世界都放大 好 好 好 那个 那个 非常非常感谢三位老师 尤其是孟菲老师 然后每一次呢 黄老师跟我的很多讲法非常的一致 非常非常感谢您 然后我希望赵亚兴安 加油 找了一个你老家的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港容真蛋糕评论的浪漫海岛支持